本期为大家解说一部惊悚片《车库惊魂》 主要讲述加班狂的女白丽 被变态保安和猪的故事 上诞节的当晚 大兄妹还在独自一人夹着班 在同公司前夫的嘱咐下 大兄妹直接赶走到对方 在员工走得差不多之后 大兄妹才想起自己该下班了 便在走廊被要锁门的管理员吓了好大一跳 来到车库的大兄妹 这位熄火的汽车 滞留在了原地 于是大兄妹便准备来到大厅打车回家 奈何白跑一趟之后 只能找到车库的保安 打开被锁的大门 保安却好心地帮助修理汽车 在试了一番之后 却只是在浪费时间 于是大兄妹有点不耐烦地 直接要离开去大厅 保安又是莫名其妙地 要留下大兄妹吃顿饭 大兄妹心想 这祸神经病吧 要赶紧走 顺利来到大厅之后 便定了一个滴滴打车 而大兄妹却怎么也打不开 貌似被锁的门警 于是大兄妹又一次来到车库 寻求保安的帮助 不仅没有回声 就连转了一圈的出租也跑了 紧接着 车库便突然停了照明 大兄妹在一番瞎逛之后 抬到前苏黛摆了一脚 当再次起身时 保安直接上学 当场离婚的大兄妹 当大兄妹清醒之后 不仅被换了衣服 涂了口红 居然还被上了一根脚链 发现恶狗的大兄妹 却紧紧害怕地警告保安 变态保安却只想和大兄妹 过个完整的圣诞 在一番弱智的瞎掰之后 保安有点讨厌 眼前的大兄妹 为了安慰大兄妹 便让大兄妹给家里报个平安 大兄妹也不傻 只能听话的撒个谎 骗过家人 于是保安满足地送 给大兄妹一段录像带 话中这是大兄妹 在电梯被侮辱的画面 气氛的保安便要带着 大兄妹到外面散散步 然而大兄妹抓住机会 就是要搞死保安 变态保安不仅不生气 还处处照顾着大兄妹 直到两人开车 一路来到地下车库的最底层 而眼前的男人 既是大兄妹的前妇 又是在电梯调戏的男人 保安原来只是为了 帮助大兄妹教训这个流氓 变态的保安发疯地不理解 大兄妹为什么还要维护这方 直到驾着车 踩足油门 直接怼死了男人 结果大兄妹趁机逃下汽车 一路疯狂地乱打 保安不得不先处理男人的尸体 大兄妹便来到办公室 捡走自己的手机 一串钥匙 当来到车库出口时 便开始搜寻信号 拨打911 手机不仅被丢掉 指甲也被生生地拔了下来 直到保安闻声赶来 却扑了个空 这么近的距离 恶狗居然瞎了眼的 没有发现异常 再次来到电梯的大兄妹 却只能在大厅影下徘徊 不愿意出去的大兄妹 便遭到保安水烟电梯 一声巨响 管理员的尸体被丢了下来 大兄妹害怕又紧张 手动拨跟门进 然而管理员早已经没有了呼吸 直到保安再次错过 钻动而逃的大兄妹 回到办公室之后 一边看着监控 一边自无忌惮地唱着歌 而大兄妹却拿着消防服 准备反击保安 铺了个空之后 只看到自己被迷昏 被换装 被侮辱的录像 就在发现前来巡逻的警察时 保安突然出现在身后 手上拿着电机棒 嘴里却喊着对不起 放倒之后 又是不放心地增加一次电机 接着便是 应付前来巡逻的警察 然而在警察一番瞎逛之后 并没有发现任何异常 而大兄妹却清醒在 一辆汽车的后备箱 直到保安送回警察离开这里 大兄妹轻松打开后备箱 逃了出来 一路连横带吼 却也眼睁睁 错过一分钟的机会 保安更是解开恶狗 直追大兄妹而去 机智的大兄妹 轻松躲在汽车内 一惊之洞 搞死了嚣张的恶狗 完事之后 便撬开管理员的办公室 便随手抓了一把车钥匙 直到保安循着血迹来到办公室 就在推门的瞬间 大兄妹直接一张防囊喷 再次逃了出去 直到找到一辆能用的汽车 由于双手背靠 开车都是一路带着璀璨的火花 然而瞎过的大兄妹 迎面再次遇见了变态保安 然而要命的 终究还是害怕 不要命的 新闻过头的大兄妹 还是没能控制住 加速过弯的技术 直接翻了车 就在保安上前查看时 假死的大兄妹一针扎破保安的大眼镜 并成功制服的变态保安 影片最后 大兄妹本想上午地放过对方 而暴躁的保安 彻底激怒了大兄妹 并引来无法饶恕的地狱猎火 为什么我们不可以关系喔 我们不可以语暂的吗 为什么我们不可以就 与伞续一起呢 你狄小子 你狄狄狗 Merry Christmas Thomas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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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